冬天的小鸡 寻找小鸡 大家好,我是阿彭 我现在要吃晚茶 早上起来,吃点饭 吃点西饭 走 我現在把牠掏起來了 因為冷鐵來了嘛 因為冷鐵來了嘛 很多人都說偷狗 我就怕牠掏起來了 得要跑出去給別人偷去了 這個狗有個四十多斤呢 如果給別人偷去就太可惜了 四十多斤應該也可以賣得到五百塊錢了吧 這樣子 因為這種狗是土狗 牠賣得特別貴一點 狗要餵兩次 要早晚都餵一次 早上餵一次晚上餵一次 逃在這裡牠就不會亂跑了 往前 一下子就吃完了 你看牠的頭跑出去打架 給別人咬著 毛就咬掉了一坨 打架又不厲害 還蠻聽話的這個狗 還蠻聽話的啊 還蠻聽話的 餵好狗以後 等下還去殺個豬 因為別人要來拿那個香腸的 和拿那個臘肉的 和拿那個臘肉的 這些是剛改好的豬紅 這些是剛改好的豬紅 這些是豬乾 等下吃粽子 這些是切好的豬乾 和那個豬生 這個生血的特別好吃 這個大鍋煮酥的 這些是小腸 這些是小腸 小腸也很好吃 脆脆的 這個大鍋煮酥的 這種就特別好吃了 這個大鍋煮酥 那麼之後 說身材 老大 谢谢大家